这个夹爪 夹爪这个电机它一样也是四伏电机转嘛 这里是的嘛 看在你视频当中也是一样嘛 都是气夹 就是这个四伏电机来转的嘛 所以这个结构是一致的 我并不会说它会好到那区 包括我们这个线位 你看也是四伏电机在这拉线的嘛 也是四伏拉的嘛 所以它那个结构不会比我们好 也是一致的嘛 所以我们走的是七四伏方案嘛 七个四伏分别是 这是要盘的 前夹后夹的 拉耳线的 这是后左前夹 前左前夹的 主的四伏电机 七个四伏电机嘛 这种方案是目前来说是最成熟 图和量最大的 最通用的方案 它那个反而不是 它那个可能是自己改的 跟市面上很多还不一样 因为自己做的设备就意味着它不够的 通用性不够强 而且它的那个稳定性啊 其实还是这种 简单易用 表结不会方便 是两个电机 两个电机 拉耳线的电机 两个 拉耳线的电机 而且还有一个的话 要给人家讲 我们用的超声波绝对不是他们能比的 我们这也是我们的差异点嘛 哦 没开见 你看我们用的这个都是速式超声波 他们用的都是虚拟机 可控的 你看到没有 每一个的哪里坏 当前的频率是多少 都是速简 如果是用模拟机的话 那机箱就很大 都是很容易坏的 这个我们成本上就比人家高很少 光是数字超声波 基本上是成本的是人家的两倍以上 2.5倍到3倍这样子 还怎么呢 你看 这下就是我们整个的结构啊 都优化的 很合理 占地空间 叫3米乘以4米左右吧 3乘4米 就是占地面积 长3米 基本上3乘3米都放得下了 如果再留得下快一点 因为无城市的造价是很高了嘛 嗯 它可以在无城市里面 能放多好几台的 嗯 这也是能节省的 但 你多一个平方的无城市 你会多个 几千 上那会两个字啊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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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